Hello,大家好,我是Coach Henry 跟大家分享 少關於Rotations 之前跟大家分享 Rotations,轉身、轉動 是一個網球的 打網球的很重要的 aspect 剛才跟大家分享過 Hip 和 Shoulder 是一個 Connected 兩部分的東西 你不會像 Robo 一樣 去轉,令到你很緊 希望今天的分享 你會幫到大家 Extension 我之前的兩個影片 今天講過Hip Rotation 有件事會幫到他 就是那個 後腳的Pivot 例如,如果我打Fall Hand 我的後腳 就會是我們右腳 可以做這個 Pivot的動作 當我打之前 如果我是Open Stance 我這隻腳 會做一個Pivot的動作 如果我的腳沒有Pivot 我去做Hip Rotation 我很危險的 ACL會很危險 就是膝蓋裡面的肩膀 如果你不轉 你會可能會扭傷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轉 你的Hip 你會確實你的腳 要做Pivot的動作 令到你膝蓋的 Stress 的Burden 那個Joint 是沒有那麼辛苦 和 減少機會受傷 所以我打完之後 我應該會轉 這個 後腳的Pivot 令到我的膝蓋 是不用扭 你明白嗎? 那些朋友一扭 就會弄傷 很痛 我們真的不想 每一位朋友 弄傷你的膝蓋 這個功能 是做這個動作 OK? 你的Hip裡面 這個位置 就幫你做這些 的 Make sure 你分清楚 所以 基本上 如果你想看完這影片之後 或者Online其他Coach說 沒問題的 Make sure 你做Keep Rotation 那時候 你要Make sure 你鑽上你的腳 Piv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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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一下實實力 先 因為你打球 都會很快 那些動作 所以你做了之後 你就不會弄傷 非常重要 那Keep Rotation 那裡 是跟Pivot 的腳 這個Movement 是Connected It's all connected 但要注意 當你做這件事 所以在前方 你什麼姿勢都好 你看到我們 經常都會做這個動作 後手 轉向後手 OK 單手後手 有少許 但動作 不會影響 單手後手 可能只是前腿 但不是前腿 好 所以大家分享 所以在前腿 你看到前腿做Server 例如這個動作 我現在聽到沒有 鏡頭看 後腿也會有少許 Pivot的動作 但當然他們 離地之後 你就不會太看到 太明顯 所以在Warm Up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 很多人都會 是不是 都會有這個動作 so in all movements of rotation especially hips 你是有這個 back foot的 例如你扔球 例如你去打拳 你都會有這個 back foot的 pivot的動作 來支持你的 hips and shoulder and hand 希望今天的分享 去幫助大家 有一點點 理解關於 hip rotation and I look forward to helping you guys in private lessons where we help you guys with feeding methods and rallying methods into helping you 加一個 aspect 到你們的 strokes 那裡 好,I look forward to helping you guys soon and se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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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